小的新闻开始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地时间4号傍晚发生猛烈的爆炸 目前已经造成了上百人死亡 4000多人受伤 由于这是一场二联爆 许多民众都用手机捕捉到了爆炸瞬间 除了强力的震波之外 还有巨型的殉壮云 画面可以说是震撼全球 到底是什么造成爆炸意外呢 根据黎巴嫩官方的说法 说是港口仓库堆放了2750吨的硝酸胺 这是2014年左右由政府没收来的 竟然在毫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之下 放在仓库长达6年之久 那么4号傍晚是当局在进行仓库防盗补强 焊接工作的火花不慎引燃 导致整起的大爆炸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却语出惊人的表示 他跟美军高层人士讨论过 认为这是炸弹引起的 暗示这是一场恐怖攻击 不过立刻也遭到了美国国防部官员打脸 私下告诉CNN说没有这回事 不知道总统在说什么 爆炸威力之大 拍摄者瞬间被弹飞 宛如电影场面的恐怖景象 慢动作再看一次 炸开的震波迅速往外蔓延 这是台湾时间4号晚间11点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的严重爆炸事件 之所以有这么多人都拍下爆炸瞬间 因为这是一起二连爆意外 贝鲁特港口在冒出橘红色火光后 紧接着剧烈爆炸 让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的首都街道 成了人间炼狱 消防警铃大座地上到处都是碎玻璃 民众呆立在路中央 爆炸后人们花了一点时间才回过神 接着就是满目疮痍 大批伤者被送往医院 能自己走的人就算满头是血都还算幸运 女子被丈夫抱起抬上车 她全身是血已经昏迷失去意识 被高温灼伤的男子 接受路人好心送上的矿泉水 民众不分你我互相帮忙 因为这一幕任谁都没见过 爆炸威力之大 连240公里外的岛国赛普勒 都有居民感受到冲击 贝鲁特放眼望去不少建筑物民宅直离破碎 传出还有民众遭到活埋 地上的碎玻璃隐约能看见CNN的logo字样 位于贝鲁特的朱迪记者办公室 也在爆炸中被严重毁损 昂贵的摄影器材掉落满地 索性没有工作人员受伤 尼巴南官方出不研判爆炸来自港口仓库中2750顿的销酸鞍 这是当地政府2013到14年间从一艘船上查获没收而来的 却在完全没有保护措施下堆进了仓库 一放就是6年 小酸鞍是化肥原料也会被用作炸药使用 遇上高温会膨胀爆炸 根据路透社报道 4号傍晚仓库进行防盗补强 在设施40度高温中焊接工作 火花不顺引燃导致爆炸 小酸鞍爆炸后产生的有毒气体 包括氮氧化物和氨气 在爆炸后三小时 天空中都还弥漫着渠色的烟雾 尼巴嫩总统奥恩宣布贝鲁特为灾区 进入为期两周的紧急状态 并表示政府将投入约6600万美元 约合台币19亿的紧急资金 尼巴嫩总理气氛难平 因为总理府也遭受波及 富力堂皇的办公室被炸成废墟 包括总理夫人和女儿都受到轻伤 另外还有多名政府顾问挂彩 尼巴嫩长强党秘书长 也在爆炸中不幸身亡 急诊室外救护车不断进出 病患一个个被抬进来 却不是每个人都有病床 不少人在简单包扎后 就只能坐在门外 里巴嫩尚未走出新冠肺炎阴霾 當地確診人數超過5000人 死亡65人 爆炸事件一下子 炸出比疫情還慘烈的死傷 加上首都多家醫院都因此毀損 醫療體系面臨崩潰 直到四號晚間 港口的火勢人未撲滅 首都大停電接到一片漆黑 民眾想開車帶家人逃離 馬路上塞得水泄不通 這場爆炸究竟是意外還是攻擊 美國總統川普選在此刻發表告件 李巴嫩近期社會動盪 因為前總理哈里里 2005年遭遇汽車炸彈攻擊死亡事件 將在7號判決出爐 爆炸案無非是加劇當地局勢緊張 爆炸原因究竟為何 李巴嫩政府正積極調查當中 TVBS新聞綜合報導